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近考察了广西南宁市 他指出要把保障和改善名声作为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摆在突出位置 包括要把调控物价措施落实到基层和市场 以及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房的建设 温家宝在大批人员陪同下到了南宁的市场了解当地物价的情况 他指出要管好食品价格才能抑制物价 第一,要保障供给,在供需平衡上着手 保农业生产,重视一些直接影响民众生活的重要农副产品的供应 第二,降低流通成本 第三,增加储备 第四,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落实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救助政策 调控物价的措施要落实到基层和市场 温家宝又透过座谈会了解广西房地产市场情况 他说,当前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中需要重视三个问题 第一,要保证资金 第二,提高规划和设计水平 第三,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法规 让保障性住房建设,真正改善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居住条件 他又指出,各级政府也要增加普通商品房的用地供给 促进普通商品房市场健康发展 此外,温家宝到了广西人才市场 考察人才培训、职业指导等流程 向求职者了解就业情况 他勉励年轻人要正确认识自己 敢于面对现实迎接挑战 他在另一个座谈会上说 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 更应该把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 只有增加就业机会 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小微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 才能确保经济适度增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